每个表持人生中 一定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支 陀飞轮系列的手表 哈哈 是不是给我讲中你咧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U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今天小刚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价位最亲民的这个陀飞轮的手表 顺便用这一集让大家看一看 毫发制表的技术 到品控啦 到质量 到底怎么样 所以今天的影片会有一点点稍微的长 所以但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完 每个表持人生中 一定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支 陀飞轮系列的手表 哈哈 是不是给我讲中你咧 但是每次价格又这样贵 动不动就百多千 又几十万 又几百万 怎么要买咧 是不是 可是今天小刚想分享的陀飞轮系列 只有在几千块你就能入手到 而且小刚研究之后 发现它的质量 真的是很可以 小刚在这一期呢也不多解说这个陀飞轮的 它的这个原理了 陀飞轮主要可以追缩到法国大革命之后 就是那个1800年之后 就大概两个世纪前 有一位传奇 自表是这个宝鸡先生 Brigade 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顶级品牌中的这个Brigade 宝鸡这个品牌 这个宝鸡先生呢 他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专制 然后去获取这个专利 那他就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个Torbeon 陀飞轮 其实当时候当很多自表师 开始对这个地球的地心引力 有更深的了解之后 因为大家也知道当时候是没有手表的嘛 对不对 那每个人戴的表都是叫怀表 那怀表基本上就是挂在胸前的嘛 那挂在胸前是垂直的一个方向 那他们就会发现到这个垂直的方向 会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 而在这个走失的时间上 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时间的误差 那到今时今乐 已经成为了这个土豪的代名师功能了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毕竟他价格真的不凡 目前来讲 已经更加属于这个观伞性功能 那陀飞轮Torbeon这个功能 最令人着迷 就是看着他整个群众结构 不断的自转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 60秒转一圈这样子 那机械感不是一般的这个手表 能给到你的这个视觉享受 小刚手上有几只这个豪法 豪法的这个托飞轮机械表 那也是小刚看到目前在清明价位中 最值得考虑的 而且非常有特色的这种 托飞轮这个品牌 那何况豪法这个品牌 小刚前一集有提到 他改陀飞轮的这个机性 已经有十多二十年的这个功力 他这个品牌 放大看 他这个陀飞轮质感 做得非常的漂亮 完全没有粗糙的这个感觉 因为金小刚有这个影片 他甚至这个品牌自己都有提到 他这个陀飞轮的 这些这个甲板 甚至他机型的一些某些零件的部分 都是有经过他们自己另外去改 然后另外做抛光打磨的 他整个陀飞轮的这个固定支架 你看到他是有这个豪法品牌的这个logo 绝对不像一些低级品牌 直接就拿一个机型随便换过来就这样算了 就那一种完全不是 这个真的必须给个赞 那小刚手上这一支是一个不锈钢材质的 这个Standard Steel 他价格马币只在这个6000多的价位而已 那外形是用了目前很多人都喜欢的 这一种酒桶型设计 那再搭配上这个豪法品牌 创意的这个设计 你看他表盘 非常有自己品牌的这一种设计 好像小刚影片 这一支是双发条 Twin Barrel的一个款式 那所以他整个动力 是可以高达三天 而且表裸空的这个设计 当你在上链 就是转动这个龙头 这个crown 把表冠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这个双发条 是在转动 哇非常的爽 而且表盘裸空的设计 这个质感做得非常好 那你小刚认真去看 你看放大的时候 你发现到他表盘 掏空的部分 其实还做了这个 导角抛光处理 而且还结合了这一种 拉丝的这个工艺 那在光线下反射很有这个机械感 那整个质感做的真的是很高级 你看表壳侧边也刻了这个 豪发品牌的这个logo 表扣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设计 它是完全没有一个开关的按钮的 它是靠一个高强度的这个弹簧结构 在这个表扣当中 来固定这个表扣的 所以完全不会有那种 耶的那种 好像很cheap的那种炸银 同时又可以hold住整只表在你的手腕上 而且它表扣做得很薄 戴在手上真的是很舒服 我推荐朋友们你可以去试一试 那机芯是用了这个自动上链的这个 驼飞轮这个结构 它这个机芯 这个机芯上面 你会看到 在这些钢轮甲板上面 都做了这些拉丝处理的这些工艺 而且是一颗高达35G的一颗机芯 那还是一颗高达4Hz 28800 凭震率的这个高频的这个机芯 而且它是做了这个裸空甲板的这个设计 那当然自动上链的结构就是不会担心 要定时上链这个问题 当然也不怕容易把这个拔条搞坏 那第二种系列是小刚觉得 真的是超级特别的一个系列 那从开箱来看哦 你看它整个表盒是非常的高级 而且很大一盒 拿在手上啊非常的重哦 它这个木盒的材质也是非常的好 中间是一个放大的一个玻璃哦 可以让你不带表的时候哦 也能放在表盒上面欣赏这支表 小刚觉得它很特别是因为哦 这个耗发啊 用这个水晶材质切割成整个表格啊 那这种透明表格哦 是目前哦 时下也是在很多品牌当中啦 都是非常火 非常流行的一种做法 一摸下去哦 非常的特别哦 很滑很爽 冰冰凉凉的 而且拿在手上哦 很有分量哦 完全不是我玩过那种 亚克力 plastic那种改装的低级品哦 它的那个cloud哦 那个龙头表冠的部分哦 还有表带到表盘哦 它的那个指振哦 是做了和水晶表格 一样的这个色调的搭配哦 马币公价在14000左右哦 这个价位 整体的质感啊 拿在手上啊 说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哦 裸空表盘的部分哦 它这个拉丝和导角抛光的处理哦 做的其实是更高级的哦 比起那些入门价位的那种表款 整个表盘呈现的非常的立体哦 上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双发条在转动 那机晶样也是用了这个4hz 28800高频率的这个规格的这个机晶 动力储存也是样能高达3天哦 72小时的这个动力储存 那去到How Far的指表厂哦 你可以看到哦 不是那种人家说的 哇 全部一线就用机器去组装 peaks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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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工序都是要人手去组装完成的 而且要通过这个严谨的检测还有测试 影片中还可以看到有这个新款的鲨鱼的水晶系列